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人民日报夜读 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 让人舒服的关系 知分寸懂换位 负真心 人这一辈子 会与很多人有幸遇见 不管是相伴一成 还是携手走过更漫长的岁月 让人期待的都是一段 相互理解彼此懂得的关系 一段好的关系 贵在能知分寸懂换位 负真心 很多时候 我们越是与陌生人往来 越礼貌客气 越是与熟识者相处 越无所顾忌 但关系再亲密 也别失了分寸 有人说 亲近的保持距离 才是最恰当的交往方式 与人相处时 懂得给人留有空间 让人有自处的余地 别人才会感到舒适 也更愿意靠近你 而失了分寸的爱 往往会让亲密关系 变得疲惫 使亲近的人 建生隔阂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分寸感 是成熟的爱的标志 它懂得遵守 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人和人是不同的 真心想对人好 就要知道别人的底线 明白他人的在意 才能恰到好处地 给予对方理解和尊重 舒服温暖的关系 一定是不越界 不勉强的关系 心中有耻 待人有度 相处才不累 读过这样一篇文章 作者陪母亲去医院书印 遇到年轻的护士 给母亲扎针 扎了两针 都没扎进血管里 作者心疼母亲的手 起了轻包 正要抱怨护士几句 母亲却看到护士 额头上密密的汗珠 轻轻地对她说 不要紧 再来一次 第三针 果然就成功了 随后 护士道歉说 这是她第一次给人扎针 很感谢母亲的宽容与鼓励 母亲拉着作者的手 平静地对护士说 这是我女儿 和你差不多大 正在医科大学读书 她也将面对自己的 第一个患者 我真希望 她第一次扎针时 也能得到患者的宽容和鼓励 人与人之间是一场将心比心 人和人之间的温暖 正是因为多了一分换位思考的体量 多了一分推挤及人的善意 能设身处地地多替人考虑一点 就是少与人一点为难 能将心比心地多给人一些宽容 就是少给人一点难堪 人生各有各的不易 换位才暖人心 人生一路 付出过真心 来过心里的 才是亲近之人 有人说 人间的温情 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 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鲜香 待人用心 彼此珍惜的关系 才能久处不厌 欲久弥香 看过这样一句话 真正的情 清清淡淡 平平整整 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 从来都不需要太用力 一段好的关系 不需要你费力维系 也不需要你刻意迎合 你可以舒服地做自己 但一段 让人彼此舒服 相处不厌的关系的前提是 关系里的你我 都能懂得知分寸 懂换位 负真心 人与人之间 最欣慰的是相互理解 最可贵的是彼此珍惜 请记得 所有善意 不过是一场 人心换人心 所有暖意 不过是一番 你真 我也真 好了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 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 想要收听 更多阅读文章 请您下载 人民日报 客户端 祝您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